至于腾讯和亚里之间开放的话,暂时去看,因为它细节未多,或者是逐步去放宽开放生态圈 但是暂时如果从原理上看,我觉得就对于亚里巴巴上可能会有着数一点 始终因为腾讯以往最强项或者最有优势的就是因为它旗下微信用户粘性或者掌握用户的数据很多 现在它开放给亚里的时候,其实理论上亚里本身在电商上做支付,理论上它在腾讯生态圈的曝光应该就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最终好像我们所想像是全面开放的去假设先的话 对于两间来说,当然也会有利,好像监管上面叫做有少少缓解了 但是如果从他们自己过股的业务或者方向来看的话,就似乎亚里的好处或者受惠程度就似乎会高一点点 还有之前当局也有说过,支付系统其实也看到一个垄断行为 接下来就会加大支付方面的垄断的惩罚 其实支付宝,蚂蚁集团已经处理了 其实大家大市场都是估计下一个就会是腾讯的微信支付 所以看回再多一点的支付消息的时候,大家都要记住 可能下一个就是微信支付可能会有些当局的监管行为 所以可能阿里巴巴都是比较看好一点 但我看到有什么情况下来就会讲明了 看来就会讲明了 因为它是新贵的灵魂 在这边的 constant点 可能会有什么情况下来就会有怎么办 但是我们上市场的景寺 看一下你们,我们等一下来反映 可能有什么情况下来 你也会不会有什么情况下来